我沒有看紫羅蘭有啊 我有看 對 紫羅蘭很好看啊 雖然說我一直都覺得這個紫羅蘭的名字很奇怪 紫羅蘭永恆花園 但是事實上他的名字是 那部動畫的那個什麼 那個動畫名其實是那個女孩子的名字 就是那個 然後他只是把他全部把他的名字全部翻成那個什麼 翻成那個意義 因為那個如果以人的名字就是那個什麼 艾維利特 然後艾維利特 然後艾維利特 但是他把他翻回來就變成紫羅蘭永恆花園 所以這一段就很有趣 但是很好看 內部很好看 我覺得我目前看到這邊就是覺得還蠻感人的 對啊 但是因為我沒有看完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全部看完我再來 再來做一個總結這樣會比較好 我最近看的日劇喔 我最近看的日劇就是那個什麼 如果那個六名男配角 五名男配角在無人島上那個 但是我其實也還沒看完 所以目前我不會特別去講 但是我其實在看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感傷 最近好像那個工藤關九郎有出一部日劇 我查查看什麼 然後據說很好看 真的嗎 工藤 工藤關 沒有這個找到以後看完以後 再來做這個結語了 但是我目前還在看幾部什麼超級工心組 但超級工心組看的時候也是很開心 心情很好 我覺得他其實在講一個廢材上班族的故事 他其實是藤子不二雄的漫畫改的 那那個 其實在講說一個那種很沒有用的上班 你應該想說大雄他變成上班族以後的故事 就很不負責任 然後很不想做事情 然後有一天突然間有人拿 有個老人拿著超人裝裝 你想想當超人 然後他就 他就是有點那種心不甘情不願的做了超人這樣子 然後做超人裡面我覺得比較可愛的東西 就是因為當了超人以後 你會變你可以飛嘛 然後你可以 你也可以那個力氣變大速度也變快有沒有 然後有的 結果他有的時候就很懶得去救人 然後結果很多時候都把超能力用在那個家世上面 因為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 不是他媽媽 是他太太跟他女兒 還有他小朋友 其實都很依賴他 然後都不想都不做事情的 所以他家裡面要做菜做飯 然後還要那個時候還要送便當去給女兒 然後他 然後他上班的時候他還要當那個 但是他上班的時候是一個很不負責任 就是當人家那個什麼 要他扛責任的時候 他突然間那個什麼 不肯扛責任 就是誰的錯 然後他就說是他的錯 就是那一種 然後裡面有幾段真的很好笑 就是他有時候為了要弄一些事情 就是為了 趕不上 趕不上電車 只好飛去上班 然後因為他飛的方法就是 基本上就是藤子不惡熊畫的那個畫風 因為藤子不惡熊以前畫大熊 在那個竹蜻蜓的時候 他都不是那種直蜻蜓的飛 他是有點駝背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飄在那邊的那種感覺 然後超級公星竹 他變超人 就是這樣飄著這樣飛 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那種很廢材的那種 就這樣飛 飄過去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每次做什麼事情啊 就是都 他沒有特別敲裝他自己 所以每個人就說 欸你不是誰嗎 然後他就說 喔對啊我現在那個會飛 然後做完了以後 可是因為他走了以後 有沒有 就是 有一個特殊能力 就是大家會忘記他做了什麼 所以他其實從來都不特別去 他從來都不特別去那個什麼 去去去 去避諱啦 去去去假裝什麼 可是 可是他也有 演到目前看到後面 他其實也有點感傷 因為那個 每次 救人大家都 都不記得 這部我也還沒看完 可是我看的時候 都覺得這部看完 看的時候心情很好 因為他其實都 他有點在 講他生活上面的一些複雜 跟討厭的事情 這樣子 那 對可是 就是 我相信這個套路到後來 應該慢慢變成他 開始擁有責任感 之類的 那我還沒看完 因為 主要是那個什麼 就是片員還沒有還沒有到 全部到我這邊 對 因為看日劇 你沒有辦法 那個 再從那個什麼 正常管道看 對 好吧 那 大三連 大三連 對啊 其實我在看那個 的時候就是非常感傷 因為大三連 大三連 那個什麼 其實我最近才開始認識這個 這個老演員 對 因為之前他還拍了一部那個 太空戰士光之老爸 那故事還蠻好看 如果你有 Netflix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這一部 因為在 Netflix 在 Netflix 獨創的劇 你在講說一個 上班族的男生 然後 爸爸退休 那他其實一直不能夠了解爸爸 直到 呃 他想起來說 他小的時候 爸爸曾經買過那個 太空戰士給他看 給他玩 就是那個 他就是為了想要跟爸爸那個 有更多聯繫 所以他買一台PS4給他 然後裡面太空戰士 欸 13吧 14 14 14 太空戰士14 的那個線上遊戲 然後這個 那個時候去跟他介紹這個 因為爸爸反正已經退休 然後沒事情做 然後爸爸其實以前也會玩遊戲 所以他就是推薦他玩這個遊戲 然後 這段還蠻好笑 因為爸爸在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然後他 他立刻假裝裡面的 就是他 呃 因為那是個線上遊戲 所以他在裡面就是 做了一個角 就是這個角色 他爸爸幣不知道他是他 所以就變成他在裡面就是 試著說 從這個角色裡面 然後就是他用那個角色去帶他爸爸的時候 然後 順便呢 就了解他爸爸的內心世界之類 是 那 內部還蠻感人的 內部真的很 就是有點說父子之間其實 是有 誤會的 就是或者你其實不瞭解爸爸在想什麼 或者是你爸爸其實 是很愛你的 或者是他其實是 人很好 只是你跟他的那個價值觀 可能 那個時候 或者是你其實就是有發生誤會之類 或者是因為日本的日本的日劇啊 其實比較少在 不太一定在講那個代購這件事情 通常到最後呢 他都會講成說 父親跟孩子其實都是同樣的 就是 孩子其實在經歷父親曾經做過的事情 所以就會變成說 那個時候 孩子到後來 跟父親有達成某種共識之類 然後兩邊的人會互相 會更好 就是我目前看到幾部那種 父子之間的那個什麼感情 或者親子之間的感情 到最後通常都是這樣解決掉 就是 呃 不會有那種現實價值觀差太多 然後通常都很強調 那個什麼 父父父父親的那個職責 然後兒子繼承這件事情 對 但是在台灣其實比較沒有 台灣台灣常常是 講的東西是 兒子想要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那個什麼 與父親 產生強烈的衝突 因為父親想要兒子繼承家 也之類的 然後兒子兒子就會變成就是他要 他要做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兩邊造成的衝突 然後通常在台灣的這邊的故事 會變成父親讓let he go 的那種狀態 好萊塢也好萊塢電也常常會有 類似的情況 就讓他去吧 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日本的情況是 到最後會變成是 也有那個共識 像之前的那個什麼 欸 那一部叫什麼 那個大陸有改變的那一部叫什麼 那個那個 那個 雜貨店 解憂雜貨店裡面的一場戲 也是一樣 就是父親把兒子趕出去 要他不成功不能回來之類的 對那個是那個是另外一段 但是 目前最近都 我覺得我看到比較多的東西 都是變成我們要一起繼承 我們其實生來就是做這種的 我們從小就做這個 所以我們要以做這個為傲 你知道嗎 無論是類似小孩女有沒有 或者是 文化的感覺啊 他們其實還蠻 這就是職人文化啊 這是所謂的職人有職人的尊嚴 這個東西很棒這樣 對 所以像 哪怕是像小孩女這種 然後或者是像之前的那個 應該不是那個 那部叫什麼 校對女孩 校對女孩 對 他其實也是很類似 就是在告訴你說 這個在我們做這個工作 我們就要很努力的做這個工作 然後就 這是我們的驕傲 哪怕我們上過勞 加班 好 那個什麼 這都不是不重要 那是最好的 我覺得他們就 常常在講這種東西 好啦 太太那時候 我其實忘了 哪天能聊漫畫怪物嗎 小說本身固然好 好啦 回家太太都在裝死 其實是很奇怪的題材 我很想知道這東西到底怎麼回事 好啦 這個 最後來一點閒聊 對 是的 但是這些東西我覺得我 因為都沒有把它們看完 所以現在沒辦法生掉 現在都只能夠說我看了幾集 然後 我覺得那段很有趣 這樣子 嗯哼 好來 冥王 冥王 冥王是漫畫 擁擠好的 是不是 不是不是 冥王是那個補摺直樹的東西 但他其實是把那個以前 那個原始小金剛的那個 的一個短片 然後把它畫 重新再演繹 對對對 但是故事其實畫的很悲傷 我覺得補摺直樹畫那個東西 都有一種那個什麼 很壓抑很深層的那個 的一種那種犯罪的那個 懸疑片的那種感覺 是 對所以他的東西拿出來 其實是有一種那個什麼 有一種很悲傷的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哦 戰時 戰時 一群善良的戰時 戰時 正義在你 讓誰中洶湧 澎湃 怕 怕 怕 parent 天